回到台湾国人团 大概只有典型魏家四兄弟 有这个本事 买地宝豪宅 可以贷款99% 看到大家通通傻眼了 整个政府部门 公股银行就不当一回事 来跟我申办贷款 真是好 这是个超级大客户 因为企业这么的大 永远不绝 接下来还会有别的贷款 生意可以做 所以放回去 最后是央行的金检才发现 政府部门只有央行还活着吗 还金检才终于发现怪怪的吗 所以在这里做了处理 但现在让大家知道 我们也对这个处理 不能够满意 那么典型这四兄弟回台湾 炒房地产 是他们回台湾的使命吗 除了9户的 当初的9成9贷款 买到的地宝机 倒现在累计一共买了14户 14户之外 他们还在做 其他的什么样的 房地产的操作呢 这个典型集团旗下的 这个房地产操作 都是老二魏英交在负责 这个顶机开发 就是由他来买101大楼 101大楼的61亿元 当初是发行TDR里头的钱 拿过来这里了 现在拿到37%的股权 TDR的钱61亿 买了101大楼的股权 顶和开发呢 地宝这边 哇 想听办法买 那这里也赚了很多 现在还有呢 也做炒楼动作 滑票大楼呢 溢价73% 他也给它买下来 当然知道未来 再转手或是再出租 或是再怎么样 一定可以赚更多 所以溢价也要买 再来看自家也推案 他们在台湾也有建设公司 在这里也介入豪宅市场 顶和元敦南院 以及蒲元沃南居 通通是他们的 现在手上还有无比的土地开发 努力的列地盖豪宅 累累金额至少也有200亿元 这就是顶心魏家回台湾 努力在促进大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他们的贡献吗 好 但是我们告诉你的 但是魏权这个事情 不能够就此了结 魏权的案子 魏权的黑心油 现在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但其实这单单 只是一个黑心油的问题吗 魏家告诉你 没有 我根本没有餐油 没有混油 政府检验他不承认 还认为媒体 天天只会误导视听 是这样子吗 我们赶快就请人俊带大家来看 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 在这里 顶心四兄弟 连魏权是你自己的子公司 你也要来掏空它 也要来吸自家公司的血 只因为魏权不是 完全存血统的顶心 所以你在这 它成为你很好的一个空壳 可以去捞钱的一个管道 这个油我们知道 它是从跟大桶买了 100块钱的便宜油 有顶心质油 然后在这里做分装 就卖给了魏权 但是顶心质油没有再重置 就分装贴标签 之后就卖给了魏权 100块钱买了大桶油 顶心质油大概是花 265块钱卖给魏权 魏权在用306块钱 卖给我们消费者 这一头他赚魏权多少的钱 不要忘记顶心质油 是这四兄弟 比如他们完全的 独资所成立的公司 我记得我很早以前 在这个地方讲说 顶心或者是魏权 基本上它不能叫做受害者 因为在整个事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手法整个经过减掉了 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个加害者 不能讲几乎 它根本就是一个加害者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它用这么低的价格 自己进来买 买进的这些油 请问它为什么要跟它买 我自己也有制油的能力 当我自己不做的原因 我就跟别人买 很简单 因为它比我更便宜 但是你既然自己制油 你就会知道 你应该油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当你以这样子 这么低价 价差这么大的一个方式 去购得一个油的时候 难道你从来不怀疑 它的油的成本 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吗 好 这一点姑且不论 你买进来之后 如果你经过再重置再加工 或者是去过掺杂之后 好 或许你可以告诉大家讲说 我是一个不清楚的受害者 但是你会看到的是 在这个地下 它完全就是买进来之后 直接把它分装 分装出去就直接卖掉了 所以它其实获取的那个利润 你可以看到 本来是在100块钱买进的 到最后卖出去变成是多少 306元了 所以你看那个加差 等一下一赚了赚了三倍左右 那这样子的部分 你说它完全不知情吗 我讲实话的话 我觉得不只是我们 在座的这个电视机 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们根本是 没有办法理解说 如果它这样子 不叫做谋取暴力 不叫做蓄意欺骗 我真的不太清楚 要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讲它 我们必须要讲的是 政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希望能够促进 国内的产业经济 能够继续在向上的发展 所以政府一直推出 叫做归于返乡的计划 希望就是说 你在海外失业有成的台商 能够回到台湾来 来投资台湾现在本土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提升我们的 这个所谓经济的成长率 可是你会看到的是 如果就蔚家 现在所被揭露的这样的东西 难道他不是披着 鲑鱼皮的食人沙吗 他回到台湾里面来之后 用这样的方式赚这些黑心钱 赚了钱之后被发现了 被踢爆了 居然还要回过来 反咬大家一口讲说 其实他们才是受害者 是大家都污蔑了他们 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政府到底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 你有没有能力去遏止这些人 不要再这样子去欺骗台湾的民众 而且你们现在所赚的每一分钱 很多的包含 您刚刚讲到的TDR 或者是包含银行钱来自于哪里 银行的钱来自于我们所有的人 一分一分存到那个银行里面去 才造成你银行的涨大 结果现在我们发现到 我们这些钱 不但被这些银行挪来挪去之外 政府似乎也默许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 如果你在金融方面 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 没有办法好好的监督 难道连在食用这个食品的部分 你也没有办法监督 那请问你还能够在监督 他们什么呢 是 好 谢谢这个康仁俊 我们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说 不可思议到一个地步 那么这个低价买 然后高价卖出 让消费者买到的是 品质很劣质的 但是却是属于高价品的 在这个魏全卖 至少3.6块钱的高档的 所谓的纯葡萄籽油 但它根本不是纯葡萄籽油 但这过程当中 在点心质油 明明有质油能力 你买大豚油栏 你根本不质油 然后265块卖给魏全 你为什么要赚自家人的钱 赚这么多 我们刚才有讲 因为顶心质油是 这四兄弟成立的 董事长也叫做魏英冲 老大是董事 老二是董事 老四也是董事 老四是监察人 那重点是 他们都是用 鼎立开发的法人名义 然后来兼任这家公司 这些重要的干部跟职务 但重点是在这里 那你所有的钱搞了半天 这样的方式 钱直接赚进这四个人的口袋里 那么让魏全能赚的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魏全的状况 魏全就是说306块卖 你这边写他每公斤赚41块 不是 因为他还要通货费 上架费 还要宣传费 他所剩无几 那我们就说账面上看到的数字 这里面我们就又提到 我刚才说的 那政府在哪里 金管会昨天终于发布消息 说他们开始要左手来查 天啦 已经过了快一个多月了 所以动作太慢 所以我们才会说到这里头 你让自己人赚自己人钱 顶心自由去赚魏全的钱 你这里就有背信的问题 这里我们利益输送到魏家 你们四兄弟口袋里头去 那么魏全的钱怎么办呢 你在这里是不是就有诈欺的问题 因为小老百姓 魏全也被骗 小老百姓也被骗 如果你是魏全股东 你同样也被骗 这就是鼎心这四兄弟 现在玩的一个手法吗 所以一元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查 就只能等 我看动作不太多 只是说金管会说 检调在查了 背信案 背信罪也在查了 内线交易也在查了 那然后呢 这个部分一定要查 因为过去其实很多上市公司 很多案子 最后背信 诈欺全部成立 为什么呢 你过去很多的 大家记不记得 很多上市公司都是一样 譬如说我今天这个上市公司 我要买一块土地 我不是直接买 我是跟我公司大老板买 他那勾搭的完全是一样 他成了一个控股公司 也就是大股东 他完全百分之百 掌控的控股公司 等于说他先有很低价的 买进了一块土地 然后再高价的去迈进一个 他可以掌控的上市公司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 其实如果是同样是油 而鼎心质油 他只是做一个分装的 他没有做任何的生产 或者再调制 他只不过在分装 那他未来 他是用卫权的品牌 去卖出去的 那本来卫权如果说 一百块钱进货 为什么不由卫权 直接去跟大桶进油呢 那卫权他就算是 大家说他暴力也好 至少他这小股东 有享受到 可是问题是 现在卫权没有享受到 所以大家记得之前 大家很多人就去骂 卫权那个广告 卫权说我们也是受害者 如果你按照这个 买油的流程来讲的话 卫权确实是受害者 卫权的小股东 更是受害者 所以这件案子 尽管会一定要查 而且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交代 这不单纯只是实案问题 这已经涉及到大股东 他对于小股东来讲 有没有背心的诈欺的问题 所以说涉及问题 不单单是卫权 一直不断的发新闻 发声明告诉你 他没有参油 他不相信政府的检验而已 其实从一开始 卫权是没有卖油 也不治油的 重点是在卫权60周年的 60年的老公司里头 就是在鼎心师 这四兄弟数年前入主之后 他们才开始生产油品 开始来卖油 鼎心师兄弟是卖油起家的 搞了半天 他们吃下了卫权是在做什么 成为一个掏空的管道 就这样子而已 现在所有卫权的问题 全部卫权自己来担 鼎心师兄弟把钱赚保保 那就好了 接下来请郁珍带我们来看 钱赚保保赚到哪里去 要赚那么多的钱 他们又有钱了 还要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然后能够钱可以滚出 还要再多的钱 这恐怕是不是老百姓 不是管道朋友 你可以想象到的玩法 对 其实那些黑心有的钱 你说六年赚几千万 对他来说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我们来透视一下 这个鼎心卫家的发达之路 就是短短这几年 尤其是他从2009年12月 回来发行TDR 其实我们才见识到说 他觉得这个金钱游戏 那个投资报酬率要翻倍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说 一公升差价即使165块 然后再转给卫权 对不对 对 好 你说这个部分 他真的这四兄弟觉得说 这个太慢了 所以卫家四兄弟里面 卫英焦他管土地的 他管这个这些开发的 他是在四兄弟里头 最powerful 最有分量的 那包括我们来看他这个 TDR的这些操作 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在 所谓的土地跟这个开发上面 那甚至还去玩套利 套利就是什么 套利就是我坐着 我在家里等着利息 钱就进来了 等于是有点钱庄 收这个利差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个人钱庄 对 包括你看我们的金融机构 一直不断的要求政府开放开放 就说为什么 就说我这里收的这个利率 比如说我这边可能只有一% 对不对 但我到大陆去 我放款的话 我可能可以7% 8% 那就会有一段的所谓的套利 可是那是我们的金融机构 拼了命的要去争这一点 但是顶先为家不必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可以这样操作 我们看一下2009年12月 我们都知道说 他发行了3.8亿股 就38万张的这个TDR 那时候45块买的 那个时候 他已经溢价20% 也就是说 他已经赚两成了 那这赚两成之后包括什么 包括他在香港的康斯富股票 他也是高卖低买 然后这个45块 这两天 就第二天 这个蜜月期就已经破了45块之后 一路就下跌 我们这样骂骂骂骂骂 骂说你看 都这个赔这个买TDR的人 大概都40块左右赔钱 大概说赔这个1%到5% 到10%对不对 我们这样骂之后 他这两天还慢慢的给他拉到42块 好就算今天42块 那你也还是赔钱 你也还是赔7、8% 好你赔钱 然后把钱这170亿 他拿去做什么 他拿去 他分成两笔 一笔就是94亿 他留在台湾 买101的股权 还有投资位权 甚至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讲的地保 你说地保的钱 是不是也在这里面 他可以否认 但是我们金管会就容许他去做所谓的自然人的土地投资 这个是在他 当时我就讲说赖斯堡委员不是咨询真明中吗 就我去拿那个法条过来看 可以允许自然人就是我当的 我可以自己去买豪宅 这个就是我们94亿看到他翻倍了 至少地保翻倍了 好 另外的部分 77亿 他会回大陆去 他可以说我可以去买白色可乐 我可以去买什么很多投资 那也是他容许的这个范围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鼎心要在大陆花200亿买白色可乐的话 他要去跟金融机构借钱 我告诉你 在大陆的借钱 最便宜的是7%到8% 可是如果说你是急着要用钱 为什么我们讲说 大陆有很多的所谓的 像温州帮什么这些所谓的贷款 城市银行的这些私人贷款的情况 非常非常严重 他可以贷到10%到18% 就是18%是非常普遍的 我有很多台商朋友 他们把公司收了 他说我做金融机 我就贷款 然后给这些所谓的租认公司 私人受信公司 我就是那种一分半两分的利率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就有点像 他说地下钱庄要合法化 因为在大陆有这样一个市场 好那即使说好了 那我钱从台湾我把刚刚我地保还可以融资的额度 我拿到大陆去 我即使是活存 那也还有比台湾高 就是比台湾的活存多出4倍左右这样的一个定存的利率 可是顶星会家怎么会在乎这4%5% 他当然不要啊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说如果我要扩大投资 我在中国大陆要投资很多不同的领域 包括不动产 那不动产要翻倍啊 可是我贷款我是从台湾 贷这个2%到2.5% 那利差最少最少是5%以上 那最多可以到哪里 你贷款2%到18%的话 最多你还可以利差到16%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坐享其成 所以当我们就说彭宽南逼他还贷款 这个魏家四兄弟一定想说 我现在地保至少也还有20亿的额度 可以拿来套利 你凭什么管我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大陆借钱便宜 这个利率高 台湾借钱利率很便宜 所以这个就是他套利 而且TDR这个完全免税 资金回来台湾又免税 多好啊 所以光这四年 这个版图让大家看到说 他的资产就翻倍 为什么现在拥有2000亿的资产 想买媒体就买媒体 想做这个电信4G就去进军4G 为什么 我口袋很深 原来口袋很深是这样来的 金钱游戏 在台湾拿便宜的资本的资金搬到大陆去 真的光是存款就可以赚4倍以上利息 但是如果放款的话 在民间放款预算告诉大家 可以高到18% 到底他就是这样赚钱 所以需要在台湾弄更多的钱 继续赚更多的利差吗 我们待会就来看看 现在呢 温英洲说 我不是霸气 我是霸道 真的是 现在为什么他们这些物家四兄弟 可以在台湾这么样的霸道的赚大家的钱 待会回来